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6月7日 冰岛恭候阿尔巴尼亚 周二凌晨,欧国联分组赛继续有比赛上演 其中来自联赛B组B小组的冰岛将在主场迎战阿尔巴尼亚 目前两队的整体状态都不算理想 彼此的实力也比较接近 此番相遇看好一场合局 最初本小组由冰岛、阿尔巴尼亚、以色列和俄罗斯组成 但俄罗斯被禁止参加本届比赛 因此其他三支球队将争夺晋级联赛而组的席位 冰岛在上仗对阵以色列的揭幕战中平分羞涩 最终收获一场2比2合局 该场比赛为冰岛破门的是杜利西加辰和阿诺斯古辰 两位都是冰岛的年轻球员 而整队冰岛的阵容组成也变得年轻 冰岛世界排名第63位 虽然球队排名不低 但其实冰岛近些年来也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 在无缘卡塔尔世界杯之后 球队如何在欧国联的比赛当中重整旗鼓也是冰岛急需解决的问题 毕竟冰岛确实是缺乏优秀的年轻球员 其中新二代安德烈古装城市队中较有名气的年轻球员 在皇家马德里比队有一定的上场时间 而在国家队层面 为冰岛上阵六次 贡献了二个入球 客观来看 冰岛阵容搭建处于成长期 体系未稳和球队实力都不算强劲 此番面对阿尔巴尼亚来袭 冰岛需要捍卫主场 由于赛程关系 阿尔巴尼亚得到更多的集训 准备的时间 本次征战欧国联 阿尔巴尼亚的名单当中 中后场球员较多效力于一家联赛 其中爱萨特 西沙基 比勒 敌战士低效力拉素 阿特兰大这样的知名球队 相较于较为年轻化的冰岛 阿尔巴尼亚人员组成上年龄更为均衡 不过球队整体实力一样不算强劲 此前进行的世界杯外尾赛当中 就明显看好无法与强大的对手 例如英格兰等对抗衡 这样看来 阿尔巴尼亚的实力不算强势 而在中全场找不到特别强劲的尖刀 阿尔巴尼亚想做客带走三分 并非那么容易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阿尔巴尼亚想做客带走三分钟 至少